开了那个LCC 然后它本来是正常在行驶的 在最左边车道跟车 然后差不多是80码的速度跟车行驶 然后开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它自己往右边开始打方向 连穿两个车道 撞到了我边上的边上那个车道的车 我当时我撞晕过去了 后面的情况我不清楚了 后面的情况是我通过行车 其实我一一踩法才知道 应该是没有踩刹车 但是蒙掉了 因为可能也是因为是新手驾驶 我就是一下子没有就是及时 对这种这种情况 出现一个正确的一个判断 可能我蒙掉之后 等到我撞完车之后 可能我本来想踩刹车的 我踩了油门之后 进行了第二次加速撞到了那个达岛口 你闺女现在就受伤了吗 受伤了 现在是大腿骨骨折 然后呢 膝盖骨两边筋断掉了 然后加上脚踝的两个脚踝 全部骨折 它车子本身存在问题 它自动把我们 自动边上的车过了之后 它应该是感应错误 自动帮我们打的方向 帮我 揸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